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个路德时评 中共情资节目 那今天呢是这期节目呢 是由我跟林女士给大家一起带来的 那我们今天想分享两个新闻 第一个新闻呢是来自 来自于法广的一篇报道 那这篇报道是说呢 说这个中共国暂停这个外国人 收养儿童的这个事情 那考虑到呢有些人可能不太了解啊 这个中共国他的这个儿童收养的这个程序 和为什么他会做这个事情呢 所以呢我可以先介绍背景具体内容呢 实际上呢他讲的也是非常的 可以说是官话了 就是说只是说这个过去那么多年来 对吧有很多人是中国的小孩 然后呢现在不让了 然后不让了以后呢肯定会有一些人啊 他表示遗憾啊或者是不愿意做啊等等等等 就这样的一片天然性 但是呢他就背后代表什么呢 其实啊是这里面是有一定讲究的 那首先呢我们要来说一下这个中共国啊 他过去在允许外国人收养孩子里面的他的手续是什么 手续呢具体我们不说啊 就是说我们只说他的一个复杂程度 这复杂程度大概就在这里 首先呢是他一个价格上的一个复杂 我们都知道中共国我们跟他们谈判你也懂了 对吧一上来给你各种又啊非常诱惑的东西给你听 对吧然后等到实际操作后 各种给你加加加码 实际上啊我们不要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外国人 说了中共国这个小还是不要钱呢 实际上不仅要钱 而且呢这个手续非常复杂 他呢得调查你的这个家庭背景 然后呢得出足够多多的钱 出足够多的钱呢 哎他还调着你对吧 然后呢到最后呢又跟你说啊 再多加点钱嘛 然后经过了千辛万苦之后呢 其实一个小孩呢 才能够正式落入到一个外国人的一个 落入到这个外国一个家庭里面 那总的来说呢是非常艰辛的 实际上呢中共国的很多福利员 也是要靠这个东西搞创收的 那实际上一年呢 一年呢都可以都可以从这个外国人身上 榨取很多的这个银子 所以说呢我们也千万有的时候 不要说什么啊 这些儿童卖出去是卖国什么 其实呢真正卖国呢 其实中共国政府自己并不是 并不是那些外国人对吧 其实外国人他们对于这中共国的儿童 其实也很友好对吧 去了我们可以看从各种纪录片 我们都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被收养了之后呢 然后呢那些小孩啊都过得非常非常开心 对吧 但现在呢我们看到中共国暂停了 这个外国人收养的这个中国儿童的这个规矩 其实它背景是什么 其实主要背景是在我看来是有两点 第一个呢 我觉得大背景啊 从这个中国自身的这个情况说呢 中共国这个现在这个 未来这个这个人口啊 确实可能是真不够了 所以呢它得从各方各样的这种源头啊 它得给你阻击 那首先我们先说这个中共国对吧 由于这个啊 在这个啊 啊 这个带领之下这个中国这个经济形势 那大幅度的断崖 那断崖了以后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小孩 对吧 自己都养不起呢 还要啊 可能是吧 今天今天那个就业了 对吧 明天就失业了 在这种经济情况下呢 那大家选择了一个优先的方式 就自己可能都要 一个三十几岁人可能自己都要成为很老一族 那根本不可能再说要去养 再要去生小孩 那不生小孩怎么办呢 那你这些小孩你不能再给流出去 再给流出去 那未来这个中国中国人这个人口啊 都没法看 那第二个大背景原因呢 我们是知道 就是说这个 毕竟啊 现在跟这个外国大背景之下呢 其实人家能不能来都不好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目前来说呢 大家肯定对于中国国的旅行啊 已经是越来越谨慎了 对吧 你天知道哪一天 给你什么间谍罪逮捕啊 或者是比如说有各种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你各种间谍罪 对吧 就比如说外国人去了 或者说 比如说在路上被人捅死了 对吧 被一和团也捅死了 或者说中国国自己也不欢迎别人 对吧 你这签证就搞不定 说我 当然了 你们可能是因为没见过啊 你们可能只见过 就是外国人是在 我们再去办外国签证 外国人怎么对我们的 你们可能没见过 中共国人是怎么对外国人的 对吧 肯定很多人都以为啊 这个大家会当着 那个杨大人供着 对吧 以为办签证都是 各种各种 这个给人出追背啊 还有这个按个膜啊 对吧 还请人家来啊 对吧 实际上并不是 因为啊 中共国他还也是很势利的 你如果说去 是有点投资的 他把他是把你当个大爷公 但是如果你仅仅说 说你办一件什么事情了 这态度很差 尤其是如果人家在看你职业 一般的话 人家还会还会鄙视你 你我自己曾经在这个 因为我自己是这个 要办续终模糊 照我在海外办的吗 基本上没有哪一个外国人 跟这个中共国 这个办事官员是不吵架的 因为他们态度 服务态度实在太恶劣 而且呢 动不动就给你喜欢搞文字游戏 什么今天缺了这个不提醒你啊 明天缺了那个都不提醒你 你想他一共才这个美国 他一共才能几两三个领事馆 对吧 人家去不理万 不远万里千里条条 赶到你这个芝加哥 然后呢 结果又今天骂你啊 或者明天又羞辱你 对吧 那换外国人他也 他也受不起啊 对吧 那现在你说这个签证 要是再搞不清 实际上外国人真不愿意 愿不愿意来 都是两说了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对于这个中共国啊 这个中共国已经暂停了 对这个外国人收养的这个这个程序了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就是因为我 我想好奇问一下 就是说包括台湾啊 台湾在这方面 他们是怎么去 有没有允许这个外国人 去领养台湾的小孩 或者说台湾人 他们有没有 有多少人是去领养大陆小孩 不知道林女士 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分享呢 这个部分我们是 因为我们是有额少法 所以在这个部分也是会 政府会有一定的监控 跟去主要是为了那个小孩子 是真的需要一个家庭照顾的话 那他们会有相关的顺序 但是像中国如果是比较多的 就是开放 过去都是开放给外国人领养的这种政策 那而且也多半都是赴美国的话 那这样子的政策 我不知道它后面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好像跟疫情也有关系 也就是因为疫情它影响了全球的这种旅游 那也限缩了这个旅游的国家 所以也造成在要收这些外国儿童 或者是在监管的问题方面 也都会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而且也因为就是像Satoshi讲的 就真的因为一态化的状态 所以中国的人口是越来越少了 所以才会影响到整个国内人口的情形 那这样子也对于整个生产力各方面都会 以后都会大大的减少 所以你要再做这些跨国的收养 这些就已经决定要暂停了 那台湾的部分因为 我是比较少去刻意了解到这个部分 所以我其实也不太清楚说 台湾对于真正去收养 或者是因为一般这些收养的话 我看欧洲的一些家庭 其实收养它都是为了要 一方面是自己没有 下一代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去 帮忙协助比较贫困落后的国家 才会这样子去做的 那台湾也是有这样子的情形 但是比较困难说去做跨国的动作 因为台湾本身自己在国际上的角色 应该大家也知道台湾的地位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有需要收养的话 其实都会是自己国内去做协助 而不会有这种 这么可能量这么大的这种外国人 来收养中国儿童 你猜猜许 谢谢 但是从这个背后 我其实也有那么一丝丝的担忧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这个收养儿童 已经是外国人能跟中共国人 最温和的一种方式了 实际上我们一般都说不谈政治 不谈政治对吧 但实际上 主要因为实际上是因为 这个谈政治伤感情对吧 但是在领养中国儿童方面 一般上大家都是避讳谈政治对吧 他们只是出一种博爱 出一种对这个信仰 或者比如说是因为自己 对这个小孩的这个需求 对领养小孩的这个需求而做的 那如果这条路断了以后呢 其实这个外国人啊 对于中共国人啊 就最后一丝带有怜悯的这种交流啊 就已经停止了 所以说呢 这个以后啊 这个中国国的形势 真的是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令人着急 那因为我自己嘛 也是比较照顾老百姓的 对吧 也是非常同意 因为我自己也就是 大家普通这个情文中的一员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实际上呢 比起这个跟路德社 其他节目不同的 我更加认为啊 就从民间的角度来说 确实是大家需要 做出一个抉择的时候 对吧 那我们看这个路德社 这个每天这个消息啊 有的时候都很揪心 对吧 那中共国一直不停的 在跟着俄罗斯站一块 然后呢 跟这个西方的这些 真正有爱的人士 跟你做切割 那真的是很着急啊 那我只是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那我们来看第二条新闻 第二条新闻呢 是来自于美国 佐治亚理工学校 中共 中止与这个中国合作 该校与中国 涉及这个军事实体有关 好 那实际上呢 在过去一段时间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 这个佐治亚理工啊 当然可能 如果你知道的人呢 可能是知道 不知道的人呢 那我在这里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说 佐治亚理工学院呢 其实呢 跟这个中国的过去一段时间的合作呢 是非常多的 而且呢 就是尤其是在这个计算机和方面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 但凡叫 XX理工学院的这些学校啊 比如说MIT 对麻省理工 对吧 还有比如说加州理工 还有佐治亚理工 还应该是伊利诺伊理工 这四家理工学院呢 虽然说他们排名呢 各有不同 但是呢 他们都是有他们的强项的 这些强项学科呢 实际上呢 多多少少背后呢 是有点这个军事的这个影子的 那 这个我们可以看 他这里面讲了这个 石墨烯 这个范式转变 对吧 他是讲这个纳米材料的这个问题 那可能他们担心呢 可能会有所盗窃 但实际上呢 他们这一段 肯定他们 你这是抱揣一部分 对吧 实际上呢 就据我所知啊 就是说 佐治亚理工学的这个人工智能啊 我相信中国可能更想投 而且呢 这个中国国啊 他其实里渗透了很多这个东西 他包括他的这个教授啊 他里面 大教授就是一个中国国 中国国去的 那我们肯定是会有所担心的 那他的这个佐治亚理工学校呢 他这个学校啊 他的这个人工智 他还强能拿捏的 他里面包括我们过去 路德说这个机器人啊 还有包括像这个 我们知道那个 就是当时一些无人机的协同合作 他在这方面其实还挺强的 所以说呢 这个佐治亚 而且呢 佐治亚理工学呢 他这一次 开那个 那个带出了 就是说带头啊 说中治与中国国合作 他其实多多少少 还有可能是为所有的这些学校 给你 给你开这个头 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说 万事开头呢 万事开头呢 其实大家都不愿意做这个丑人角色的 我们都知道 因为谁要做这个角色 对自己来说损失更大的 而且万一 比如说你佐治亚理工学院 对吧 你中止了 你开了个头 后面人不跟进 这也是很麻烦的 那比如说是 比如说我们知道 这个 大家各个学校 他都要挣学费嘛 对吧 你佐治亚理工学 哎 你把这个中国这个学生 申源给断了 或者说这个合作不做了 那转到比较学校 那会 他会有担心吗 但实际上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背景 那佐治亚理工 他带了头以后呢 那后面这个学校 其实 其实你至于 佐治亚理工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哪个项目 其实不重要 因为 你不管是什么项目 对吧 他总要拿出来一个说事 他肯定拿 他其实可能还拿的 就是一个不通不一样的 一个事情 他是拿出来说事 但是呢 他其实真正能够导致的 我觉得是 更多的这个学校 终止与中共合作 因为你有案例了嘛 对吧 你看你佐治亚带头了 你不合作 那剩下的学校 那更是理所当然的 去终止合作 那对于这个事 对于这个事情 那个林女士 你有什么分享 我觉得这个 跟这些 尖端技术的这种 突破 或者是 更进一步在 比如说像五角大楼 对于这些 学院的 资金的投入 就是让他们在这个 他们一定有 专案的研究嘛 那他在这个研究 领域里面 就是有美国的 五角大楼的投注 那是不是他的 这一些品项以后 也会用在 军事战略的方面 那这样子是不是 中共国他就很容易去了解到 美国他的可能的军事战略的方向 他以后会朝哪一个方向 或者是哪一种军工的产品 再去做迭代的升等 我觉得这个也都会影响到 这个 理工学院会去 注意 是不是要特别 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 中国千人 那种人才的问题嘛 那美方他们应该也都是 慢慢都非常的了解了 而且尤其是像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都有很多去铺开 讲中共如何的渗透 那除了南部走心之外 也有各个层面 你看大学的这些渗透 那包括尤其是在那种学术领域 这一些专场专项的这种 知识的盗窃 那这个我觉得是不胜枚局啦 就是太多了 所以当一个学院 他们要保护他们自己 包括教授啊 或者是这些学生 他们的智慧财产的时候 这些都是必须需要去做的 因为美国的这些理工大学 这么多 我看一看 几乎像麻省教授 还有史丹佛啊 普渡英零洛州 就是刚刚Satosh有讲到的 密西根啊 这些很多 几乎都是中共国 他很容易去做渗透的 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些学生 大部分都是以理工为强项 然后来申请到国外读书嘛 所以这个也都会让不止美国而已 我相信是全球各地 包括英国啊 欧洲这些顶尖的大学 他们都会去注意到中共国的这种千人计划的问题 小特许谢谢 好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跟一个台湾人来分享这个事情确实无畏杂成的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实际上在2012年的时候啊 我当时在报这个研究生的时候 硕士的时候 其实呢 我当时也想报这个台湾的学校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这个台大这个电子系啊 叫我不知道叫资讯系吧 好像台湾的资讯系对吧 一个叫资讯系 还有一个叫反正叫电子系 反正是电机系 好像电机工程系 对 台大叫这个名字 对 他有分 他分得很细 他有电机 机电 电子 然后现在都分资工啊 资安 他现在台湾的其实是非常细的 对对对是 所以你看我当时就为了研究他们学校 我连他们名词我都知道 就比如打印叫列印啊 比如操作系统叫作业系统 但是我当时为什么想考虑过呢 因为我看了他们这个教授的这个名单 清一色都是美国这样 这一系列这个名字啊 都是 比如说 实际上佐治亚理工甚至都没有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他们台大他们要求太高了 你比如说最起码你是MIT啊 加州理工啊 等等等等这些学校 而且呢 像台大那个人工智能系 一个林轩田教授 又是世界知名教授 那他也是这个 好像也是这个 一个名校出来的 好我们再看了这个 你看这个台湾人啊 他们通过那么多年的这个交流研究 然后给台湾带来那么多的这个人才 也带来那么大一个经济效益 对吧 结果呢 现在 结果呢 中共国辛辛苦苦搞了那么多年 对吧 出去那么多些人 最终搞 最终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终止与中共国合作 这就是 这就是啊 我们看 选错一条路 哪怕选错一边 对吧 都是一个很惨一个 更何况呢 这个台湾 台湾呢 它还是有这个国民党的影响之下 人家就尚且能够做到这一点 如果说以后这个 这个民进党啊 彻底把这个 这个就是说 这个国民党这个 这个就是大一统势力 清除出台湾之后呢 我相信人家能更好 这里面就不得不说一点什么 就是说我们只做 我只做一个小小的补床 就是说 这个未来啊 大家要选哪条路呢 一定要擦亮眼镜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这么结束 感谢林女士的精彩分享 也欢迎大家积极的点赞分享 关注路德社会员节目 再见 感谢观看